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现在二月份 接下来四月份除息开始农券要回补 这第一点 第二点除息开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你要去想欧洲目前是互利率 台股目前有很多股票 尤其是成长的股票 它今年是有配息的 那外资呢 它非常非常的喜欢有配息的成长股 因为欧洲是互利率 那四月开始除息就要来了 那你看一看 刚刚呢 我说上证指数回补缺口 道琼一路往上走 那今天大半落52点 还有要紧 需不需要害怕 还是要找机会去进场 这时候要问大家的 我们看一下大盘K线 目前月线跟季线在这里 星期三选择前结算 不是选择台子结算 我们今天当冲买进卖出 40点 我们下一段跟大家谈 大盘目前在这里 这个礼拜应该都是盘整 之前我怎么跟大家谈的 我说季线扣抵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低档 那季线往上走呢 大盘会撑在这个地方 然后农券 除息开始农券要回补 对对外资最喜欢配息的股票 那我只想问你 不管是下跌或上涨 你探钱 撩钱 还是空手在看 不要浪费行情 这是我跟大家提醒的 不要浪费行情 兜头架构不变嘛 一月份春节以后大跌 对不对 往上走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我上礼拜跟大家提到过 这是会员的持股 1月31号 华琴 往上创新高 赚36块 39% 我们卖掉 他今天继续涨 维影 创新高 原项 创新高 精彩 创新高 一档一档持股 轮流往上创新高 这是会员的持股 那上礼拜我跟大家谈什么 台俊接下来什么 环球金 创新高 这个也是会员的持股 所以我说 不要浪费行情 不要浪费行情 这跌一千多点 就是你赚钱的机会 急跌 然后慢慢涨 这里可以涨三个月 六个月因为 除息行情又来了 四月开始除息 急跌你要买什么 买成长的股票 配息的股票 尤其是配息的股票 这是外资的最爱 那今天来讲 像这几档股票 有的去有的热 上礼拜卖掉 他今天又拉尾盘 今天你要注意 他周转率 10%要注意 原相今天继续涨 我已经赚超过五成了 精彩拉回 拉回要讲 我等一下跟大家做一个交代 环球金 上礼拜有创新高 今天创新高 整理 然后另外台俊 今天拉尾盘 那拉尾盘代表什么 那这些 都会员的始股 那我在电视上 我尽量 有时间讲 我尽量讲 但每一档股票 我们都会代进代出 对会员做一个交代 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 华琴 华琴今天成交一万多张 他股本多少 他股本12亿 这代表什么 12亿的股本 代表他有12万张 他今天一天 成交将近一万两千张 也就是说 他的周转力将近10% 这风险来了 慢口口溜 不要看电视 我在卖股票 你就冲进去 我通常呢 都会保留一点 我们从这里买 这里卖对不对 这里39% 后面 让别人贪 今天这个梁出来 这么大梁 我们在78块买 在这里卖 赚39% 对不对 他上礼拜 涨停间又往上走 这个量你要去注意 这个量你要去注意 不要去追价 该赚的你没赚到 口口溜 风险在哪里 风险在这个地方嘛 那另外一档原相呢 原相王一路续报哦 原相王赚五成以上了 还没有卖 为什么 因为成交量 你去对照 这里的成交量这么大 他今天又创新高哦 他量缩掉了 他股本多少13亿 所以相对的 他筹码是安定的 他每一次都是大上小回 大上小回 方向向上 对不对 你看这一档股票 春节之后 这一位三十一 一位三十 你光看这一档股票 你完全看不出来 大盘跌一千两百点 所以我说呢 专注 专注在个股 那你要去追踪他的什么 他的基本面 他的筹码面 像基本面一路成长 对不对 筹码稳定 你就一路续报 这样一路报 获利超过五成 搞不好六成 这里一一五到一二零 今天一百九的热 那看你在哪一个位置买 全部都赚钱 这种成长的股票 没有买相当可惜 那这一档股票呢 我们看一下周K线 这是不是一个头肩底 一个头肩底嘛 我们就在这里买的啊 然后呢一路往上走 到现在啊 一百九 一五到一二零 会员都在看嘛 这档呢 是不错过五成 最佳的买点 我说我会想尽办法 让会员做教 对不对 那你要看得懂成交量 像华琴呢 这个地方不要去追了 那另外台郡 台郡今天拉尾盘 我们认为还会涨 还会涨 现在涨停对不对 他第四季 赚五点一九 我们来做一个对照 这去年第一季赚零点三七 第二季赚一点一三 第三季赚四点七九 第四季五点一九 所以这种股票 是不是应该趁整理的时候去买 我们在这里去买进 同样一月份 你可能买一大堆股票 你再赔钱 可是这一档股票 我记得春节之前 我讲说我手中股票 全部赚钱 那春节之后 那有些拉回到成本附近 或者小赔 像这一档股票 但是马上 利多公布以后 利多公布以后 跳空涨停 涨停以后整理 一二三天累累 今天拉尾盘 同时你要注意什么 今天是亮说的 所以这档股票 我说它还会涨 还会涨 就跟之前原相一样 一路往上走 一路往上走 对不对 我们看环球金 昨天上礼拜有涨 今天开高压回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大涨小回 这种股票 你要红底买 不要去做追价 今天开高以后 创新高 压回在这里做整理 对不对 那如果有拉回的话 它是一步一步往上走 如果有拉回 你可以去买 那往上涨 要不要追 那你自己去衡量 那你要找的是这一类的股票 我简单跟大家谈 这些股票 都有基本面 都有基本面成长的一个题材 像台俊来讲 它是什么 5G高频 高速天线模组 这个来讲 在第四季 它能赚到5.19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环球金创新高压回 那我希望你 下一档你要跟上 一档一档 一档一档操作 那目前来讲 目前来讲 大盘 它是一个多头架构 那你会问 它有没有什么股票 可以红低去买进的 我说像这一档股票 还在整理 它有机会创新高 那我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没有 把握机会 操作不顺利的 大家在探钱 你没探钱 把电话拨通 把电话拨通 这是特别争取的 专案 我们休息一下 运达 三月起算会期 名额有限 尽情把握 刷子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在家啦 吉日起升装 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 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创意比赛 近载运通 欢迎回到现场 首先一开始跟大家谈一谈台子期 因为台子期星期三 后天二月台子要结算了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上礼拜一 开低走高 礼拜二 跳空开高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今天压回 大家记不记得我上礼拜五 我怎么跟大家谈的 上礼拜五 我说法人筹码 他是偏多的 剩下三天台子期要结算 他会在这里高档做结算 他想尽办法拉到这个地方 除非国际股市重挫 那不然的话 他一定这三天在高档结算 那在高档结算的过程当中 有低点 你就去买 那今天呢 今天开盘 今天开盘 有没有低点 低点来了嘛 那低点来了 你做什么动作 你有没有去买 9.07 9.29 全部成交 做当中的好处是什么 从开盘 去决定你的买卖 跟国际股市无关嘛 像今天来讲 大盘开低 它买点就来了嘛 那往上就卖掉 那你说有没有成交 117.60 它涨到117.92 只能会没有成交 40点嘛 那我们不要讲太久 我们讲上礼拜 这礼拜一 这点在拜应嘛 一样开低 往上这里当中75点 这70点 这25点 那我跟大家怎么谈 这日K线 这1月这里重挫 对不对 这里五波段结束嘛 那这里呢 它是修正坡 修正坡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修正坡呢 它就是一个区间 逢低买 拉回买 对不对 那你如果把它当成头部的话 那就麻烦了嘛 如果你把它当成头部 你可能这里一路放空 一路被嘎嘛 那剩下三天要结算了 它会在哪里 做一个震荡 在这个地方 今天开盘 刚好来到 开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支撑区 逢低买 那如果接近这个压力区呢 你就不要做买方 不要做买方 那逢低买的 你往上呢 你就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因为目前来讲呢 你要注意什么 像今天来讲呢 今天大盘呢 它的pulcro ratio值呢 又稍微拉回 代表上面的压力 其实还蛮大的 那上个礼拜大涨以后呢 这个礼拜要再创新高 除非很多赏户 在这里又放空 那不然 它就在这里做震荡整理 那自营商法人的部分呢 他们在卖权的部分 跟买权的部分 未平仓呢 它意味的是什么 区间 大区间 那现货今天卖了42亿 期货小湖卖超1500口 但是整个法人筹码 仍然偏多了 我简单一句话做结论 如果上礼拜 法人花了很多钱 很多力气 把它拉到这个地方 剩两天要结算 它会不会中错 它不太可能中错 它只会在这里整理 甚至有可能在创新高 除非一件事情出现 国际股市 大跌 但是没有 今天上证指数的回补缺口 那道琼 那斯大克还是一路往上走 所以呢 兜头架构没有改变 剩两天在这里操作 如果你这里换空的 如果这里换空的 像今天盘中压回呢 你就找机会去做一个回补 或者呢 您跟着我做 当初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来操作 操作不是你把电话拨通 不管是台子或个股 我们休息一下 大跌通 大优惠 今天入会全面32%大优惠 一律三月起算会期 一律三月起算会期 您能有限尽情把握 刷则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特布好看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特布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也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特布APP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最新讯息 分析师精准盘事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啦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自己安排在一起 欢迎回到现场 大盘在这个地方 它会进行一个整理 今天我们手中的一些股票 我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档股票 你如果看电视去追的 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因为今天出现大量 它或许会再往上走 但是风险已经出现了 那这一档股票 我们用这一档股票 做一个例子跟大家谈 在震荡整理的时候 这里它是不是最佳买点 当然你事后来讲 都很准对不对 这是最佳买点嘛 在一月份的时候 大盘涨翻天了 很多投资人去买什么 去追价股票嘛 但是呢 它不够用心 像这种股票 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月份 我说那时候 你把电话拨通 这是一月八号 七大八七六九 全部成交 全部成交 这是过年前 一月四五号 它上去了 过年后 大盘跌一千多点 它还是在这里 买进在这里 还是赚钱 那到最后呢 我们赚39%出清 同样是一月份 你有没有买对股票 那我在跟大家谈什么 我卖的时候 我说 它有可能再创新高 因为法人买这么多 那你在这里买 我说我会想尽办法 让会员 做教对不对 这一做 大盘跌一千两百点 不止没有赔钱 还赚了39% 那它卖 这里为什么要卖 法人还这么多 为什么要卖 因为短时间连续往上走 先获利了结 那它有没有可能再创新高 有啊 它最近又再创新高 但是如果报大量以后呢 它风险就会出来了 那后面那一段 后面那一段 让别人谈嘛 我们就谈这段 重点是你买的位置 一定要在低档嘛 或者拉回去买 然后去做教 这个就什么 这为什么你能赚波段的原因嘛 你把成本压低啊 违影也是一样嘛 这支贪一般哦 贪四百几块 对三百几到七百几嘛 那为什么 因为法人筹码呢 一路锁单 就跟这个一样嘛 它一路锁单都没有卖嘛 但问题是违影它没有出现大量 它一直是量缩的 所以你就一路报 所以赚了多少 四百几块嘛 那原相 从120到今天 196啊 这还没卖哦 在这做教当中嘛 我说大盘在1月30号 开红盘跌一千多点 它还是来到这里支撑嘛 最重要是什么 这一段 业绩成长 法人完全锁单嘛 周线 从这里涨到这个地方 它今天还在创新高嘛 环球机拉回 创新高拉回 这一档股票 量说你可以注意 但今天台郡 尾盘往上拉啦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华琴的周线线 你在这里买 在这里买 相当漂亮的买点 在这里买 然后呢 你就可以赚波段 超过五成了嘛 然后你再看一看精彩 不断的出现买点 不断往上走 法人买这么多 法人都见头 赚一倍还不买 因为它今年 它有爆发力 我去年就一路讲 它今年呢 你一定要找基本面 成长的股票 微营也是一样嘛 台郡也是一样啊 台郡第四季 获利创历史新高 那环球金呢 创新高拉回对不对 这一档一档股票 每一档股票 都买进都有它的原因 那下一档 我希望你跟上嘛 我们看一下精彩 精彩周K线呢 我们从这里45 70 90 这里106 有没有可能突破 就跟原项一样嘛 原项图不止突破 还往上创新高 那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买进以后呢 基本面继续追踪 筹码面 不要出现大量不涨 那这种股票呢 你在第一档去买 你就有可能怎么样 一路往上走 一路赚 然后一路逢低买跌 那今天精彩呢 又拉回 那你手中呢 不是叫你去追 但拉回你可以找机会 去做布局 或者呢 跟着我做下一档 那我们一档一档股票呢 比如说像台郡 像环球金 对不对 那像精彩 现在来到这里了嘛 那今天来讲呢 大盘 它往上 已经创新高了 那我希望操作上呢 操作不顺利的 回头来看 我的股票呢 为什么一档一档股票 都往上走 这获利出清 赚了四成 台郡 今天又拉尾盘 对不对 环球金 创新高拉回 那不管是哪一档股票 我们带进 一定带出 同时我们一定在低档 去做一个买进 我会想尽办法 让会员做教 那类似这一类的股票 不断的创新高 这都会员的持股 这些数据 我讲话算话 我负责任 会员都在看嘛 那目前来讲呢 你会想说 那还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股票 可以去做布局 像这一档股票 还没创新高 你就可以去买 像这一档股票 整理到末端 那我希望呢 你跟着我做 如果你操作不顺利的 我会带你在低档去布局 我会想尽办法 让你去做教 这样会一会才有价值 对不对 我们特别跟公司争取的 32% off状案 把电话拨通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胜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创意线02-2781-0909 2781-0909